Hello Hi 大家好 高美發財 你好我好 大家好 你發我發大家發 今天我在香港這裡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地方呢 在香港的地方寸金尺圖 這樣的單位 都是很小的 很多人都問 師傅 其實廳 掛一條鐵來曬衫行不行 還有路底掛行不行 我坦白說 地方錢責無辦法 所以如果是說 地庫這樣掛在廳來說 財神都不入屋 這件事你們要聽 這樣最好避免 地庫有幾條這麼多 掛在廳來說 財神都會倒頭走 所以你們要記得 千萬不要掛在廳 你可以掛在廚房 洗手間那裡 不是在廚房 在洗手間 在廁所裡面 你可以掛在內褲 曬 比較安全 第二來講 我們進房 這裡一進房 就有一條鐵在這裡 看到沒有 因為下水天 天口濕 下雨 你明白嗎 下雨來說 坦白說 已經沒有位置放 而且 不乾 那些衣服 所以下雨來說 我們沒有辦法 就在床上面 床頭上面 就曬衣服 看到嗎 曬衣服 這些曬衣服 這樣好不好 當然不要 如果你這樣擺字來說 你會影響到健康 鼻歌又敏感 還有呼氣 不順利 都會影響到健康 出現了問題 這樣地方千萬有什麼辦法 這樣呢 我不是不讓你掛 如果要睡覺之前 這條鐵最好就拆了 這樣呢 沒有睡覺之後 你可以再加上去 即是放上去 再繼續狼乾衣服 因為下雨天 衣服 不乾 而且沒有地方 沒有辦法 外面窗口都放到滿 看到嗎 都掛到滿了 外面那裡 很清楚的了 但是呢 坦白說 他這樣掛 輕捏床來說 就沒有那麼好 因為主人家 雖然枕頭是放這裡 但他睡覺是在這裡 有些人是睡床尾 有些人就喜歡睡慣了 所以說 大家要記得 如果真是下雨天 來講 早上呢 我暫時給你這樣擺 這樣你晚上來講 可以的話 就收了去 如果再可以的話 最好房間 就不要這樣掛 如果不是呢 牽掛 好多東西 擔心好多東西 還有負擔 好多東西都會影響到的 這種東西 不論道理你也會相信 但是 內褲呢 千萬不要掛在廳 好奇的 財神不入屋 看到沒有 記得要收了去 如果不是真是 所以說 做你做你 做你得個吉 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好了 跟大家分享到為止了 後會有期了 拜拜 好奇的 記得要記住 男女內褲 底衣都不要這樣掛 記得 掛外面 掛外面沒有所謂 記得 掛外面沒有所謂 記得 好像這個 這個三架仔 你看 蜜的後面 掛在蜜的後面 看不到 比較安全些 不過最好 底褲就是 曬在邊皮 不要曬在中間 都是不好的 不老理 這件事不要說不相信 真的很靈體 錢賺得多 錢出得多 這件事 你看看 你收了之後 你的錢會搜到很多 搜到很多 搜到很多 拜拜